可以 就昨天發生或今日 根據報導 有一位病人在 尖沙咀一間美容中心 進行治療 而不幸身故事件 我有些回應 第一對這件事我表示 遺憾 或者借這個機會 都能夠問候他家人 希望他這件事能夠幫到 整個香港是能夠怎樣去改善 或者管制這個美容行業 其實美容行業 或者和美容相關的醫療程序 所發生的意外是沒有停過的 但是令我失望的 就是政府對於美容業 或者美容相關的醫療行業的監管 是講了超過十年的時間 到現在都是完全 是一些進展都沒有 第一次在立法會去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是超過二十年 而政府在零四年的時候 即是十四年前 是走了第一步 叫做致願的醫療儀器 包括是一些美容 醫學美容的儀器的監管 很可惜這十四年來 是沒有任何的進展的 而政府在去年的立法會的會期裏面 都曾經拿過一個文件 就說怎樣去規管美容業 但是去到今天 其實都是沒有任何進展 我們是對於政府一個歸促的態度 也都不負責任去規管這個行業 表示極度的失望 其實無論是美容院 美容業 或者是涉及美容 醫學美容的一些醫學的治療 在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足夠的監管 和任何的法例的保障 所以最終受害可能是很多的市民 或者消費者 如果是沒有任何的方法 包括是對美容院 或者美容行業 作出一些包括是註冊制度 扣分制度 或者是除牌的制度 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對於今次的個案裏面 可能涉及一些刑事調查 我就不能夠在這裏 就這個個案作出一些猜測 或者一些評價 不過肯定來說 這些這麼多宗的個案 政府仍然是無動於衷 對於規管美容行業 都是用現在的態度 我預期只會有更加多的市民 或者是消費者是受影響 在這裏面的問題 政府還是向來提及 它們還向來提及 需要的改善 法例如我所說 也會把這裏面的制度 令人考慮不足 可以否定 能否定 對於改善 法例如今次的施設 法例如今次的經濟 法例如今次的決定 法例如今次的官方 管理應 法例如今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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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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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人們在金融和身體上都受到不規定的方法 我認為越多我們等待 越多香港人會受到 謝謝 請問一下這次事件 已經由醫生處理一些接近醫療程序 雖然條例生效 消費者去選擇的時候 應該可以怎樣保障自己 還是就算將來有條例 都可能這些情況都會再達成 其實條例的保障有很多部份 無論是行業本身 甚至是進行這些行業的醫生 都透過一些方法可以幫到 舉個例子 如果是一些醫療行業 是要涉及這些醫學美容 它需要領牌 需要有扣分制度 甚至如果它是屢次在那個經營手法 或者是對待病人那裏 包括是有傷害或者課不對版 它可以政府有權拿走它這個執照 令到它是多一些保障 又或者是涉及這些醫療行業 醫療程序的醫生 其實都可以透過現時的制度 包括在醫務委員會的一些持續的醫學信修 要求它一定要參與一些受認可的課程 它才可以做 也都譬如在不同的醫生 如果它是有一些情況出現了 譬如它有一些是違反了專業守則的 那麼醫委會也都可以透過現在的機制 是進行一些監察的 譬如包括是有一些 派一些觀察員去看著它 或者要確保它那個執業的水平合格 如果它不能夠達到醫委會的要求 它是不獲續牌 或者不獲續這個專業資格 但問題就是 如果政府或者是相關機構都不動的話 其實這些都不會發生的 OK 謝謝